每天清晨五点,十岁的袁德琪就和奶奶到街上开始扫街了。 袁德琪五岁时,母亲离世,父亲入狱。 从此,小德琪就和干还未工作的奶奶,身患重病的爷爷相依为命。 为了全家的生计,这个懂事的孩子每天风雨无阻地帮着奶奶扫大街。 这一扫就是六年,天蒙蒙亮,小德琪就开始拉着垃圾车, 和奶奶来到博州古城大街。 奶奶负责扫大路,小德琪就拿着扫帚清扫角落里的垃圾。 为了减轻奶奶的负担,小德琪总是抢着拉垃圾车干重活, 让奶奶干着最轻松的活。 小小的身躯拉起四百多斤的垃圾车, 把垃圾拉到三里外的中转站, 然后才匆忙跑去学校。 回到家,袁德琪还要照顾生病的爷爷, 做饭、洗衣、做作业,一件事都没少做。 只要医有空,袁德琪就会到附近的工厂捡些废品补贴加入。 面对生活的艰难和困苦, 袁德琪乐观地说道, 自己一定会好好学习, 长大后让爷爷奶奶过上幸福的生活。 他没有普通孩子的快乐, 却有成人一样的担当。 为这位孝心懂事的扫尖男孩点赞!